在去年我就给各位分享过来自超频三新推出的 真系列RG-620 风忍 而自系列首款RG-620 推出至今 也陆续推出了真RG系列的其他风忍款式 如今超频三也接着这一股气势 推出了顶级旗舰型号的RG-820 巨型双塔风忍 同时要价 849元 那它的表现如何呢?又是否值得这个售价? 本期视频将会给各位好好分享 先来看看包装的部分 RG-820 的包装采用了和所有真RG系列同一化的包装设计语言 但体积明显更大更高 里登附件做了三个盒子进行分类 分别是Intel与AMD平台扣具的分类盒 以及扣具旋钮和散热硅脂等配件的盒子 这套扣具和我直接测过的RG-620是完全相同的 这表示它们之间的扣具都是通用的 除此之外RG-820还附赠了一套L型螺丝刀 用于用户更加方便安装散热器本体 接着我们来聊聊散热器本体 RG-820 的外观采用了一体化的设计 这个设计会让我直接想到地库九州风神的RSA 6 IV 感觉RG-820在设计上确实也借鉴了RSA 6 IV 不过不同的是RG-820依旧采用了前置一把与中间一把风扇的组合 而并不是RSA 6 IV的中间一把与尾部一把的组合 同时RG-820整体体积看上去明显还是比RSA 6 IV更巨大的 主要原因是RG-820采用了多达8个热管的设计 这让我有点期待它的散热表现 RG-820采用了CSC切割成型航空旅磁机顶盖 顶盖左上方是超频三的发光logo 而左下方则是做了一个三角形切割的亚克力ARGB透光 而配套的风扇是采用了一大一小的组合 前面这把12厘米风扇是欠进风扇滑溃框框架内的 能够在使用马甲高度较高的记忆体内存时 进行滑动将风扇给推高进行避让兼容 风扇本体最高转速在2200RPM 理论上性能应该不会很弱 但是由于是欠进滑溃框架内想要替换风扇的难度有点高 而我也是为了不要损害到散热器本体造成散热设施影响 最终我也没能将它给替换出来 另一把风扇是在散热器顶盖内 需要将散热器顶盖打开后才能在中间处看见 采用了特规形状的14厘米风扇 最大转速来到1500RPM 拆装采用了风扇两侧拉扣的形式进行 这点和阿萨信4有点类似 而中间风扇的安装体验 我个人觉得RG820会比起阿萨信4更好一些 但是RG820同样保留了阿萨信4的一个缺点 那就是中间风扇的供电线需要预先在塔体内先走好 否则当你安装上风扇后 势必会很难进行风扇供电的连接 最后就是塔体本体采用了4跟8mm和4跟6mm热管的组合 同时与鳍片之间采用了回流和工艺焊接 并且做了黑化处理以提升耐用性 搭配上V2精挑的镀镍铜底底座 而基本上目前你所能看到风扇里最顶级的规格参数 都已经塞进这一颗RG820里了 此外作为一款极节级别的风扇 自然也在底座预涂了散热硅脂 让用户的安装体验更为方便一些 大致上这就是RG820的规格与用料 接下来就是要进行测试对比了 本次测试我找到了两家镜顶进行对比 分别是猫头鹰的D15 Pro Max Black 以及地库九州风扇的阿萨幸四 至于大家信心念念的D15G2 由于测试RG820的期间还没到我这 因此我会将RG820与D15G2的性能对比 放在猫头鹰D15G2评设那一期 不想错过的朋友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为了让更多新手用户了解这几款 散热器直接的规格差异 我也将这几款散热器的规格对比列表 放在屏幕上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自行暂停参考 而在正式进行散热性能测试前 我先来进行工具安装对比 看看三家风冷品牌的工具安装体验 首先是猫头鹰D15 Chrome Lex Black 采用的是全金属背板搭配塑料柱子的设计 塑料柱子并没有阻尼设计 在机箱素质下进行安装 其实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在工具是采用手拧螺帽固定 可以优先手拧将工具稍微固定后 再用螺丝刀锁即可 整体体验还算是不错的 就只是在机箱素质状态下进行工具安装需要留点心 再来是DQ角色风刺Assassin 4 同样是全金属背板 但采用的是手拧金属螺柱固定 可靠性比起猫头鹰的塑料柱子好很多 只是需要增加四脚进行旋转螺丝固定的操作 而且一些散热装脚较大的主板 会存在一些角落的螺丝不太好锁好的情况 最后就是超频三的RG820 基本上扣去的设计和Assassin 4非常相似 同样也是全金属背板 同样也是手拧螺柱固定 只不过螺柱外壳是塑料的而非全金属 不过螺柱体积比起Assassin 4来得小 所以旋转固定的操作会比Assassin 4稍微轻松一些 这里我需要提醒一点 如果你是新装机的用户 那么在主板平放状态下进行扣去安装 而猫头鹰第15 Chromelex Black的扣去安装体验 则会比起另外两家更好 只不过日后拆装的时候 就会回到素质状态会遇到的情况 所以我个人还是更加喜欢Assassin 4和RG820的扣去设计 我不介意安装体验多一到两个步骤 只要过程是简单且稳定可靠的就行了 因此安装可靠性是我个人的优先考量 和各位分享完库去安装体验对比后 现在马上来和各位分享散热性能测试对比 按照惯例我还是先放出本次测试的硬件配置与环境参数 最后还是要再和各位重申一句 由于我手上的各款散热器只有一颗 因此最终的测试数据仅供参考 首先是原配风扇满速下的测试表现 在14700K控制在265W的满载烤机功耗下 三款散热器的表现都非常不赖 表现最好的是RG820 对比D15和Assassin 4都领先了亮度 看来RG820确实有点东西 不过由于三款风能在满速状态下的转速 以及噪音表现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第二项测试就是将它们统一调整至40dB8噪音后 再次进行对比 这个模式也比较符合多数的日常可以接受的经验表现 调整方法是将机箱的风扇均调整至1000RPM 再将散热器的风扇转速调整至40dB8下的转速 这里我先放出40dB8噪音模式下 各款散热器的风扇转速情况 然后就是这个模式下的散热设施对比表现 在这个模式下三款散热器均能够顶住265W的压制能力 而RG820以一度的优势而略胜D15与Assassin 4 但我的测试可还没结束 由于RG820和Assassin 4要替换风扇有点麻烦 因此我将测试改为原配风扇满速模式 在保持100度的常驻温度表现下 能压制的处理器功耗上限到多少 不过这边需要声明一点 由于软弦功耗可能会存在一点偏差情况 因此只能恒相对比这三款散热器在统一环境下的压制功耗上限在多少 在这项对比中 RG820以优异的310W压制力拉出明显的差异 排在它后面的D15和Assassin 4都只能获得295W的压制上限 而各位测试化所有散热性能测试后 我这边也将三款散热器的热管与处理器顶盖的接触情况给各位做分享 可以看到RG820即便是有8根热管 却还是能够完整接触到处理器的顶盖 表现非常好 再来猫头鱼的D15也是一样 6根热管却能够接触到处理器的顶盖上 唯独九州FOXR3信4是有一根热管 是无法很好的接触到处理器顶盖 这点确实稍微可惜了一点 最后就是给各位进行这三款风冷散热器的满速噪音演示 从噪音演示里能够明显知道RG820的噪音是最大最吵的 和另外三款简直是隔了一个档次 而最安静的莫过于猫头鱼的15 只不过 阿萨信4的表现其实也不很多 而各位分享完所有测试后 我这里也为RG820列出它的优缺点 以及适合选购这款散热器的用户群体 首先来说说优点 RG820确实有着目前所有风冷的款式里散热性排在最前端的款式 同时也能够和不少随了一较高下 再来就是有良好的风扇安装体验 不再需要用远古时期就存在的铁丝构具 以及一体化设计让它的外形更唯独特性 然后的缺点 首先就是巨大 它的重量达到了夸张的1.83公斤 对MATX主板来说并不是很友好 特别是显卡插槽在第一槽的设计 对RG820更是不友好 比较适合那些主板本体规格较好 可以顶住这个重量散热器的ATX主板 再来就是风扇的噪音偏高了一些 想要有良好的经营表现 势必是需要牺牲不少风扇转速 最后就是价格了 官方售价高达849元 确实有点高 而这款RG820是什么样的玩家呢 我觉得它的定位目标是瞄准那些大多数硬件都是高端款式 但是抗拒选择一体式水冷散热器 害怕水冷漏液和寿命使用的风险 而这群人确实需要一款能够堪比水冷的性能 但又可以安心使用不用担心漏液的问题 同时也具备高质量的用料规格的风冷散热器 显然RG820是适合他们的 只是值不值得就得看个人的选购价值了 此外我觉得 也许得超频商会推出RG820的另一个原因是 超频商想要给玩家们展现他们是有研发实力的 让玩家们感受到他们的技术实力 对他们的品牌有更多的信心 因此RG820的推出也足以证明了他们的研发能力 期待他们推出更多有意思的散热器产品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 关于PC Cooler超频商RG820风冷的体验相关内容 非常感谢超频商提供他们家全新的RG820风冷让我进行评测 同时也要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 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